嗨 伊甸園的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回到家 一踏進客廳就發現 昨天我特地從家裡 把庭院二號菠蘿蜜這一顆的果實 帶回來給我們伊甸園的老媽 那前面這一顆是庭院一號 庭院一號的果實 這一顆也是庭院一號 那就是只有這一顆是庭院二號 那庭院二號的夢堅菠蘿蜜 今年是第一次產果 然後這應該是它的第三還是第四顆果實 那這一顆的果實感覺上非常的成熟 目前非常的香 而且是那個按起來非常的軟 但是庭院二號菠蘿蜜很明顯的 它的那個膠啊 乳汁比庭院一號菠蘿蜜要多很多 但是它的果果粒的大小也比庭院一號的菠蘿蜜要大很多 那今天我們就在這邊當場開果 那要特別提醒老媽就是 等一下要扒開它的夢堅菠蘿蜜的這個表皮的時候 一定要就是帶上塑膠的塑膠袋 因為它的膠啊 之前開的經驗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香味非常的香 每一次的開果都是一個期待 記得兩隻手都要帶 整顆很軟很香 那個香味是很很成熟 很夠味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它的果肉應該是應該是會不錯 應該會不錯 很熟了啦 很熟 然後離皮不離心 然後這樣子的皮扒下來那個感覺 這一顆應該很好吃喔 這一顆應該很好吃 熟度夠應該很好吃 味道應該是很香 很香 很香 我這樣聞的話就真的超香 而且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果肉 黃層層的非常的黃 非常的黃 而且果包也很多 現在就差異的是口感 但是今年在成熟期的這幾個禮拜時候 一直下雨 先吃一顆看看吧 真的很甜 真的很甜 那真的很甜的話 這一顆的果實 我還是要講 有些時候在不同的時間點採下來的果實 它存在差異性 那你現在從這樣子的 就是剝下的這個 夢見二號的布羅蜜 這個皮 它的皮拿下來非常的平順 然後這個肉 我想插起來應該幾十顆 六七十顆跑不掉 這個果包非常的平順 非常的平順 然後看到這個果肉 還有它的那個吃起來的 那個媽媽剛剛說的很甜 我相當相當的期待 這是庭院二號布羅蜜 所以這應該是到目前為止 所開的庭院二號布羅蜜 果肉還有它風味最好的一顆 如果它的果肉還是持續是這個樣子的話 實際上庭院一號的布羅蜜 跟庭院二號的布羅蜜 其實都是值得將它留下來好好的摘植 然後它們都屬於絲包 就比較是夢見 夢見品系的 那媽媽現在已經拿了一個大的盤子 等一下要把這些果肉一一的取下來 那我想這一個果肉取下來的動作應該是很順暢的 因為我建議底下先不用包 先不用拿起來 你就直接這樣一顆一顆先拿下來 好了之後再拿 因為它的那個表皮各位看到了 很容易拿下來 但是再講這個是絲包的菠蘿蜜 有些人非常喜歡吃絲包的菠蘿蜜 可是有些人就非常的喜歡乾包的菠蘿蜜 那各有那個吃起來口感不一樣 吃起來口感不一樣 那我個人我個人我覺得乾包跟絲包的菠蘿蜜 我都喜歡 因為我蠻喜歡那個菠蘿蜜的味道 還有它的那個纖維 它的纖維 這個是絲包的菠蘿蜜 然後這個地方的果肉 它的種子好像有一點成熟 可能很好吃 然後媽媽說那個絲 它的那一些絲應該也是很甜 因為這個樣子看起來是相當相當的成熟 好那今天開果的分享 我暫時就先拍到這個樣子 拍到這個樣子 好那我要開始來品嘗 這是庭院二號 庭院二號夢見菠蘿蜜的果實了 好的我們的分享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